最後一分鐘中華隊以連續四次犯規 瓦解韓國隊攻勢 就在雙方球員握手致意之前 韓國隊六號吹輪我 趁機一個拐子就打在前文君臉上 前文君還擊 兩個人就在球場中央大打出手 韓國隊動手商人 中華隊球迷隨即鼓噪丟水瓶 兩分之差卻輸不起 記不過韓國隊的運動風度 在瓊斯杯籃球賽做了不良示範 如果台灣的朋友如果印象比較深刻應該是我瓊斯杯跟韓國人打架 對 可是韓國人不是更兇嗎 韓國人很兇啊 我那一次我記得我跟韓國人打架 其實我那也不是第一次打架 我們常常去韓國跟他們做練習賽 我們就很常有很多身體的肢體 我不知道他們的動作小動作特別多 但是我覺得他那個也是一種戰術我覺得 就是要激怒你 對 就是會 可是那一次我們是過程中很多身體的接觸 可是我覺得比賽結束就結束了 可是那一次他還躲在人群中 回來給我來了一拐 真的假的 真的 他在人群中 扣住了我的脖子 所以我就回身了就揍他們兩個 已經比完賽在中場我們在擊掌就是 已經完全結束了 然後我們竟然還打起來 那結果如果是比賽已經結束了嘛 然後他在這樣子打架 你們會被罰嗎 還是 現在的規則會 譬如說判你下一場的競賽或什麼 那他怎麼會這樣在場上就打起來了是不是 對啊 就打起來了 因為拳點太強 他氣不過 好歹也是忍到暗像裡面在 對 動點放錯了吧 動點放錯了 東亞運72公斤級的跆拳道比賽 穿著藍色護具的中華隊 對選手曾敬祥 在比賽場上開賽不到一分鐘 就遭到南韓對手用拳頭 違規痛擊咽喉 曾敬祥表情痛苦 跌坐在地上一度意識不清 乾淨緊急送衣緊救 喉嚨上更留下明顯的傷口 只是這樣的證據卻無法讓大會改判 讓中華代表團無奈又生氣 他們維持研判 對我們來講的話也是無奈啊 雖然沒辦法接受 但是我們也是無奈有點生氣啊 好在曾敬祥經過一夜的休息後 已經出院休息 但是當時在現場的最高行政官員 曾智朗不僅非常生氣的提出抗議 甚至要大會摸著良心判決 他很生氣啊 他說他一個外行人 都看得懂這是一個違規的行為 為什麼大會你還是不處理 只是中華代表團愛於隔天還有其他比賽 抗議行動只能暫時終止 南韓選手屢屢在國際賽耍小動作 不僅讓台灣痛失一面心牌 國際賽上的恩怨又再天一裝 在地新聞綜合報導 中華隊跆拳道選手曾敬祥 遭到南韓選手宋志勳惡意攻擊事件 行政院政務委員曾智朗 人剛好就在現場 曾智朗氣不過 當場對著南韓籍的仲裁委員發飆 要他用手摸摸自己的良心 對,但你需要證據 我們現在要提供證據 我們想要正確 我認為運動是非常重要的 正確和正確 好嗎 看來證據 背後你 你沒有決定 之前你查證據 現在有證據 有證據 拜託 看來 但我們承認 你所說 運動是非常重要 對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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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要正確的遊戲 我們想要正確的規定 拜託 曾經想遭到宋志勳擊倒之後 仲裁委員立刻召開會議 結果竟然是派出南韓籍的仲裁委員 宣布由宋志勳獲得金牌 現場一片嘩然 靠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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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南韓籍的仲裁委員 不但拒絕說出自己的姓名 還當場向中華隊嗆聲 說要拿自己的生命做擔保 除了曾智朗之外 中華代表團的隊職員也都加入抗議的行列 就連前天剛拿下金牌的跆拳道選手許嘉玲也到現場聲援 曾經強究竟有沒有受到南韓隊的惡意傷害 看看由醫院傳回來的照片及驗傷單就可以找到答案 中央社記者吳邪昌香港報導 確實這個風向呢是他們可以控制的 因為每次到了我們打這個順風的時候呢 風就特別大 你看到上面的旗子就可以看到旗子在撐 這一次的亞英貴對我來講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職業生產這麼多年 從來沒有經過有這麼大風向的球場 所以我們都一起客戶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都得到了很大的鍛鍊 感謝韓國 感謝人傳 他在示範著他的力量 他在示範著他的力量 他在示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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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dcas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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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